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方言 今天我们来聊聊川普在整个G20期间的一些表现和透露出来的意思 这次川普在G20可谓是出尽了风头 作为主办方 日本的首相安倍直接在停车的这个门口等着川普 然后拉着川普进来在G20那拍照 即便是中国也没有得到安倍的这种引荐 和这种迎接 中国习近平是被一个工作人员直接领进去的 所以说川普得到了非常大的礼遇 而且这次有两个事 一个是跟中国达成了贸易战的这种缓和和一种高层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妥协 然后在最后的时候 他还在朝鲜这边秀了一把 咱们先说朝鲜这边 这次川普可谓是最亮眼的反应 就是在朝鲜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第一个历史上第一个 在任职期间踏上朝鲜领土的美国总统 在他之前都没有 习近平前段时间访问朝鲜 他是15年之内 踏上首次踏上朝鲜领土的中国领导人 那之前还有别人去过 这次是只要是朝鲜金家王朝建立以来 美国建立以来 川普是No.1 再一个就是在这个会见过程当中 川普表现的非常的有底气和有风度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见面的时候 川普比金正恩早到 他等了金正恩好像是一个小时 然后见面的时候 双方都从各自的房间 就是在他们那个大厅出来 韩国这边出来往北走 然后金正恩出来往南走 在这个三八县 在这个水泥县这会合 川普先到 大概得到了都有30秒吧 差不多 然后金正恩这么走过来 一般大家都有常识 就是在一个地方领导开会 怎么样 越有身份的人 越厚道 显得有身份 你们先来的得等着 对不对 以前上朝的时候也是 百官先到了以后 好家伙半夜起来坐轿子 到前清宫门口等着 皇上最后来 皇上呢 皇上怎么样 上朝 皇上才来 有身份在后面 可是川普呢 在前面 这金正恩啊 我估计鼻力炮都美出来了 你说这可是视频 做不得假 这就朝鲜回头就可以播啊 伟大的领袖金正恩 邪恶的川普 在金正恩领袖的面前 都自愧不如 先到边上等我们的伟大的金正恩 反正这个朝鲜的话太是啥了 太是胡 我这么不要脸的都已经说不下去了 就那意思 非常容易配合金正恩的宣传 就这个画面 你配什么解说都可以 而且我们已经可以想象 朝鲜会配什么样的解说 这个事情 川普为什么这么做 我觉得呢 很多人都说的 说 就是很多反川普的人啊 川普做什么都是不对的 他们说川普急于达成协议 跟个小媳妇一样去求金正恩 我说这些人 你们有脑子吗 川普 美国什么体谅 朝鲜什么体谅 朝鲜能对美国造成什么威胁 川普至于说第三下次去求金正恩吗 开国际玩笑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大国领袖底气的表现 有一个童话说的特别好 就是 鹰有的时候可以飞的像鸡一样低 但是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 川普通过他的这种 谦让也好 低姿态也好 恰恰反映了美国国力的强盛 我觉得所有看见这个视频的 就我指的是这个川普国经纪人会面这个视频的 只要有脑子 只要有脑子 就不会觉得说 这个川普落了下风 不会觉得金正恩厚道 金正恩就比川普有身份 因为国力在那儿白 都是明眼人 都能够看到 总统就是国家领导人的背后 站的是这个国家 你国力强 你总统你坐在蹲在边上抽烟 人家也得尊重你 因为你的国家强 你国家弱 你摆八台大教 又怎么样 所以都不是傻子了 不要那么幼稚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 这次川普约见金正恩 都不是走的正规外交途径 人家发了个推特 人家本来是说他要跟文在寅 韩国的这个总理要见面 然后说金正恩 如果你能看到这条推特的话 我不知道金正恩他会不会刷推特 如果你能看到这条推特的话 要不要过来say个hello 非常随意 非常轻松 然后金正恩赶紧就peterpeter过来了 川普利用这一个推特 成功的完成了一键双雕 既拉了金正恩 又踩了习近平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这节目也说了 在这个G20之前 习近平加紧去拜访了金正恩 双方似乎谈了很多 然后呢 想达成一个协议 最后我说了 他们其实习近平并没有拿到朝鲜这张牌 虽然这个朝鲜进行了盛大的婚姻仪式 但是你不可否认的一点是 中国领导人 你是上门去拜访的朝鲜 你是上门 这个是你遮掩不掉的 而川普这个呢 川普这个则不是 川普说我主要是去韩国 你要不要过来 大家明白我意思吗 等于这个从性质上来说 美国总统 哪怕他是第一任战上朝鲜领土的美国总统 他也没有拜访朝鲜 说白了 朝鲜你不够哥 你别看大家称松道地 这个金正恩是我很喜欢 是我的朋友 你们想想 川普都称谁是他的朋友 金正恩是他的朋友 习近平是他的朋友 普京是他的朋友 你们觉得这真是朋友吗 这不就是对手吗 这不就是要坑的人吗 要有朋友两肋插刀的朋友吗 对不对 插朋友两刀的朋友 对不对 所以说不要被川普表万世间话所骗了 等于说川普这么一弄 一个是15年 一个是史上首次 一个是专门去上门拜访 一个是给人家约出来 高下立判 川普在用隐秽动作 就是在踩习近平 就是在踩中国的脸面 所以我不知道川普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上一期节目 大家看这个慢镜头可以看到 其实习近平和川普个人之间是很不爽的 川普话都没说完 习近平等朋友走 川普也非常的不满 所以这些东西可以表现出他们两个人 也许这就是川普为什么这样做 是故意向习近平示威 但是习近平现在没空管 这个问题我们等会再说 习近平为什么着急要回中国 这我们等会再说 所以说一个领导人 他的政治魅力 也许川普刚上台的时候 大嘴巴 不会说话 但是我发现经过这三年多的这种磨练 川普越来越熟练 实际上作为一个政治家 我们说政治家最重要的是什么 交换 用对我来说没用的东西 交换来对我有用的东西 这是政治的核心 川普就他是一个商人 他非常看重这一点 刚才我之前也说了 川普所谓的那些不守信 很多人骂他 说川普你不守信 你不守规则成什么 恰恰是这些规则 站在美国角度来讲 恰恰是这些规则 约束了美国的手脚 让美国放不开手脚 川普直接不要脸 把这些全部甩掉了 等于为美国减轻了包袱 而通过他是商人 他很敏锐的知道实惠在哪里 在捞实惠的基础上 有面子他就捞 没面子稍微丢掉脸 他也不在乎 所以从客观上来说 我真的觉得这样的人 更适合作为一个国家的带领者 因为他不是为他自己服务 他不是真的皇上 他代表的是他背后的那个国家 代表的是那个国家的利益既得者 代表的是那个国家的人民 我希望中国有一天也有这样一位领导者能够出现 用他的个人魅力 用中国的这种国力 而真正的让中国站在世界强林之巅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靠这种门面功夫来搞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意思 我们再稍微说一点 这个刚才我说了 习近平为什么召集回国去处理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次从川普和习近平谈话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在会后川普进展会议上 他说的是说我们重回了轨道 因为之前川普已经多次强调过 说中美如果要谈 必须接着之前中国反悔内容之前 那个版本开始谈 要不然就不谈 要不然就直接加坤水 所以说这次虽然双方没有 这个大张旗鼓的去说 实际上很有可能 目前是80%以上可能性 中国是彻底让步了 等于是中国是按照之前的那个模式 开始重新谈 那个模式对中国是其实很不利的 因为如果不是说相当不利的话 政治局这个开会的时候 不会有三票都否定了他 对吧 为什么习近平会妥协 我们看这次回国以后 发生了什么变化 回国以后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就是在香港 如果大家能够了解香港的信息的话 可以看到 在香港出现了新的一个情景 就是会有很多人 号称也是几十万人上街撑警 就是这个给这个警察打气 我们支持香港政府 我们支持香港警察 然后呢 这两拨群众呢 还发生了冲突 大家想到什么没有 这就是文革的精髓 发动群众斗群众 为什么习近平一回去以后 香港就发生现在的情况 说明习近平回去以后 开始整顿了 我之前也说过了 就是习近平出来以后 访问这个周围这一圈的时候 国内出现了不稳的情况 包括林郑搞的这个 搞的这个送中条例 包括韩正跳出来说 中央支持林郑月娥的这个决定 都是对当前环境是一个非常不理智 就是说 根本就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做的事情 他们做了 所以说这个背后 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习近平回去以后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这些大佬们 他们就开始 利益交换也好 或者说大刀阔斧也好 他们在进行一些斗争 进行一些事情 只是我们看不到 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 习近平回去以后 香港就发生了 人民群众斗群众的这个说法 等于一下就打在了 这个香港游行人民的这个软肋上 因为之前香港可以说 说我们众志成成 我们如何如何 我们要咱们的 底气非常足 但是现在 一边是群众 另一边还是群众 你这个就很难去弄了 而且警察就更容易夹在其中 去打击这个反送中的这一边的群众 而且之前呢 这些群众很多人觉得说 我们虽然香港700万人 我们只出来了200万人 但是 我们那些人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 他们没出来 但是我们的后援更多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优势 但是现在这两拨人也出来以后 港内矛盾更麻烦了 有些人会心虚 就是说原来不是那么多人支持我们 所以说现在香港局势呢 也不是很乐观 那个我们以后再说 所以习近平回去后 实际上他要跟川普妥协 让他需要时间去整理国内的局势 排除这些冒出来的钉子 发现的异己 在党内进行这个权力的斗争 一时半会儿现在是抽不开手 所以说呢 这次我稍微说一点题外话 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整个战略部署 中国这次为什么爆发这个贸易战 有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中国呢 一个是没有做好准备 一个呢是想的有点偏差 中国总想的是说 什么东西我都拿到手里面 就是芯片我们也自己造 什么你看华为现在这个劲 我们又有鸿蒙系统 我们又怎么怎么样 但实际上站在这个全球异理化 角度来讲 这个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布局 你中国你倾一国之力 站在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个这个有一个科技的黑箱 这个说法都知道 就说我现在只需要这东西 我拿来怎么用 至于它里面什么原理 我不需要去了解 可以说比如说在1900年是多少世纪 20世纪以前 你一个人用50年的时间 只要你肯 然后你记忆力足够好 你可以掌握人类 从如毛银血到现在 所有的知识水平 从古代到现在 人类所有的知识 你基本上只要花个几十年 你都可以能搞定 你可以说你至少你搞定80%以上吧 就是说我真的是掌握人类所有的知识 但是从20世纪 21世纪 这100多年的科技爆发来看 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类 说我可以掌握人类的这个所有科技 没有 就算给这个人1000年的生命 他也掌握不了 因为现在科技真的黑箱太多了 科技上的这种盲点太多了 你永远不可能站在每一个领域都是大师 你每一个领域都站在这个领域的山峰上 No 没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说呢 你中国是不可能在所有领域上 都投入那么多的精力 那么多的科研经费 然后你还有那么好的运气 去取得那么好的成果 你不可能 你只有理论上都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一个国家的国力是有限的 你要照顾民生国防 那基本上一下一大堆东西 你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经费 所以说怎么办 那你只能是互通有无 所以说为什么说全球一体化呢 就是现在的整个趋势 不是说政治家们说 我们大家要搞一体化 而是什么呢 利益驱动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皆为利往 人们就是为利益所驱动的 所以说有钱不赚王八蛋 那边有研究好的 我为什么不去拿来用 所以说这是大势所趋 全球一体化是大势所趋 是利益驱动下的必然结果 但是如果你政治家 你想的是 我现在再搞一个分化 就是说中国我要再拉一批山头 去跟你美国抗衡 中国的贸易战 就是这个结果 美国必然会联合 整个既得利益的体系来制裁你 虽然中国走华为小路 在英国可能拉到一些盟友 拉到一些投资 但是实际上杯水车薪 那些国家也不傻 那些国家是什么 就是那些国家就是互相利用 利用你中国愿意花钱 利用你中国愿意投钱的这个心理 大量的来占你中国的便宜 等你中国不愿意那么多投钱的时候 那些人翻脸比翻书还快 根本就不认你 中国历史上干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 远的不说就说朝鲜 对不对 我之前说过 54年到57年 4年的时间 8万亿人民币投到朝鲜去 现在朝鲜怎么样 金正恩还不是去抱川普的大腿 你这点感情投资有用吗 你可以说这8万亿 说实在的 你对朝鲜知识恩解决 就是再造父母 当时朝鲜经济全部都崩溃了 可是现在换来就是这个结果 有用吗 所以说现在既然你美国已经当了老大 中国现在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之前说的韬光养晦 中国现在人民日报开始在各种评论员文章上 开始批邓小平之前的韬光养晦政策 我只能说答案让历史来证明 好吧 答案让历史来证明 邓小平虽然很多人骂他 很多人说他刽子手 因为对于八九问题是吧 他选择了残酷镇压 但是这个人咱这么说 确实是个有本事的人 他不愧是尸山学海里杀出来的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 眼光手腕确实是独盗 他早就看清楚这个问题 中国不宜跟美国硬碰硬 还是那句话 高筑强 广积梁 缓成王 你挤个毛啊 你准备还没准备好呢 从中兴这个事情就开始 从华文这个事情又开始 很多芯片 很多这个关键技术 都在人家手里面 你准备好了没有 你没准备好 你就苍然发动 现在历史不能倒退 时间不能倒流 中国永远再没有办法 回到2012年 回到这个08年奥运会之前 那个局面 那个局面 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好的局面 可惜 断送了 虽然很多人说 中国不甘心 一直作为一个 世界加工厂 工厂这么一个位置 拿着是整个行业链里面 最低的这个报酬 可是大家想一想 每个国家的发展史 都是不容易的 没有一个国家说 一蹴而就 多端几十年 没有任何抵抗 你就攀到世界 另一个极端上 要知道 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存在 一些空间 就是说还没有人去占领 你所攀登的每一条阶梯 要干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拿刀把别人 在这个阶梯 有人砍死 你才能爬上去 这个生存的空间 这个利益空间 是夺回来的 所以说你 没有做好准备 就去开启这样的战争 就像朝天吐吐 最后只能吐了自己的脸 时候不到 所以作为我一个凡夫俗子 我也不知道中国未来的路在哪里 因为现在中国的路确实非常非常难走 哪怕川普在后面这个记者会人说 说中国是现在美国的战略伙伴 中国可以开放 如果开放市场的话 中国和美国会非常好好的朋友 川普说话能信吗 就像前面说的一样 川普还管习近平叫朋友呢 他就打朋友打得最狠 所以说现在回不去从前了 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办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贸易战呢 要我的话说呢 没有那么快容易结束 这事呢 没那么简单 现在是川普为了大选 习近平为了稳定国内局势 大家各取所需 各退一步 接下来慢慢谈拖时间 后面一定还会再打起来 哪怕这次贸易战协议签了 只要中国缓过这口气 只要川普缓过这口气 他连任了 他还要再找机会 要搞中国 而中国只要缓过这口气来 他也一定能找机会 要还给川普一刀 所以这事呢 不算完 既然已经踏上这一步了 既然已经亮剑了 所以中国美国这两个国家 必然有一个 就像之前美国和苏联一样 必然有一个巨人要倒下去 至于倒下去是谁 只能让时间来证明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 接下来明天呢 可能会有香港这个七一大游行的一些情况 或者是其他一些变动 我再给大家及时的来做节目 再来给大家分享 那今天节目就在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节目的话 请点击屏幕右下角的订阅 订阅我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